有7隻小賽魯是我自己心中的大拳套 那這一套的重點 不是悟空不是達爾 更不是超市的悟吉塔 也不是超賽的布羅利 而是其他隻 賽魯 四星龍 跟大肌肉的超賽太陽克斯 還有 GT版的神龍 這些都是 等了非常非常久 那這次一番場終於出了 那這一套在日本已經出了 代理版尚未到貨 其他的 就是一些小獎 A賞其實沒有抱怎麼期待 但實際看到 真的還蠻大一隻的 這隻超藍的悟空 以髮色來說的話 這種漸層的塗裝其實看起來不差 那臉部表情 也沒有 太崩 肌肉線條的感覺 全部都有刻畫出來 那深淺全部 也都 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得到 那整個上半身是呈現一個赤裸的 因為畢竟他是整個 戰損過後 所以 清楚的看見 褲手腕的地方 還有腰部的這裡 全部都做一個是戰損化 腰帶 這邊 全部的戰損都有做出來 下半身褲子的地方 是一個大的戰損 這邊破的很徹底 另外一邊是破 膝蓋的地方 在破損的 褲子 裡面 全部的塗裝跟外面不一樣 皺褶感 全部 都有 幾乎 看得到這種陰影 的漸層 加上 這鞋子的漸層 一向都是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歡的 這是 看起來就是 有質感 然後帶點皮革的樣子 後面 後面的背部不再是給你一個一片的 單一色系 也是有這種深淺 後面的頭髮這邊看得出來 非常清楚 這種深淺 的視覺效果 下半 褲的地方 褲子後面 他也 都是用一個漸層配色 褲子 中間的地方 呈現一個比較亮的地方 達爾的話 也是 還不小隻 頭掉來說的話 算可以接受 那他的 這個頭髮 就比悟空來了再深了一些 所以 達爾的這種頭髮漸層 幾乎是看不到 隱隱約約的 沒有悟空來了那麼明顯 但肌肉線條一樣 都是給你 非常非常清楚 臉頰兩邊 都是漸層色 然後身上 這套衣服 顏色超級無敵之深 那這種肌肉線條 隱約 完完整整的呈現出來 然後 也是呈現一個戰損 在這上面 也用了一些這種 黑色的 這種陰影感 會不會太油亮的感覺 實際上你看到的話是不會 透過燈光下 多少都有一些油亮感 大戰損 會不會太油亮的感覺 實際上你看到的話是不會 透過燈光下 多少都有一些油亮感 大戰損 然後後面 漸層 臀部的那兩塊 跟大腿相當明顯 還有背部 這裡也相當明顯 兩個加起來 兩個組合起來就是這樣子 他的地台其實有點算是靠著 那不是整個 可以砍進去 這一點其實做的也還不差 整個 體態做得相當的大隻 那合體起來才有感覺 B賞超賽布羅利 一整個本體 頭雕跟卡角小底座 青龍豬超電影版布羅利 相當相當的沉重 整隻這樣看上去做工似乎 相當的不錯 頭雕 就是要這個白眼 經典的布羅利的娜猴表情 臉部的刻畫線條跟表情相當的讚 那這一隻的 臉部的 左右 的陰影 下的沒有 悟空跟 達爾來的那麼重 但是 細節全部都有刻畫出來 上班的部分 非常非常的立體 他頭髮採用一個單色的 這種超級賽亞人的顏色 整個造型 相當的還原 非常非常的好看 他身上的這個 上半身厚重的這個盔甲 搭配布羅利壯碩的身體 整個看起來非常威 那如果你以盔甲跟上半部的肌肉 手臂這邊 他的色調就顯得比較單色 連對於喜歡這種 濃郁的 塗裝或是深淺 的感覺的話 可能會覺得這一隻不是你的胃口 所以這一隻 肌肉線條也看得到 他的塗裝 就稍微淡了一些 這種以深淺來講的話 然後這一塊 瘦皮毛的部分 其實一直以來都是做得不差 這隻的亮點 如果你說塗裝的話 是在下半部 褲子的地方 他這一個紫色的 漸層的 塗裝非常非常的好看 相當相當的有質感 鞋子的塗裝也就是一般的 這種單一色系 然後後面也呈現一個比較單一色的 這種盔甲塗裝 吸賞超式的烏吉塔 給你直接就是一整隻 GT版裡面的合體超式烏吉塔 那這一個動作相信之前有買一番賞的一定不陌生 同樣一個魔套用在悟空 超一超懶巴拉巴拉的悟空 幾乎很多都是用這一個動作 那就是同一個魔 這一次輪到了超式烏吉塔 那實際上 頭調表現相當的不賴 尤其是 這種 小刻畫的痕跡 我個人認為實在是 一大加分 不論是在額頭 或是眉宇之間 甚至眼睛四周 都有相當強大的這種加分作用 眉毛的塗裝跟瞳孔 也是 非常的犀利 整個超式的造型頭髮 清楚的看到 它的漸層 相當的明顯 尤其是側邊 轉過來的地方 用肉眼就可以清楚的看到 它的漸層的變化 那後面的牛角麵包 現在牛角麵包的技術 真的 不如 以前 那麼來的來的糟糕 現在牛角麵包做的真的 非常非常的好 那前面 也是 牛角麵包上面也都是運用了不同的漸層塗裝 那這一隻的 左右兩旁的 這種漸層 下的也是比 悟空跟達爾還要來的錢 前面 肌肉線條的部分 全部都可以看得到 這種 漸層感 然後在 它的 皮毛的 肌肉上面 這一個深淺 相當相當的吸睛 護手腕 一目瞭然的都可以看到這種深淺 腰帶的地方 褲子 鞋子 鞋子的部分 這是一個 霧黑色 後面 褲子的前後幾乎是 採用一個單一色系 尾巴算是非常的長 直接垂 垂繞在 腳的這邊 一邊 D場 超一星龍 看它的後面你就知道 它後面的這種 龍角 都是要裝上去的 給你兩大袋 GT版裡面的超一星龍 這個沉重的感覺用單手 真的 會覺得 相當相當的吃力 非常非常大 又中了一隻 整個頭調表現就是一星龍原汁原味的 呈現在你面前 這一個表情 無敵之棒 眼珠這種上下然後紅眼珠的塗裝 加上這一種 斜氣的 這種臉部表情 非常無敵之正點 龍須 在鼻子的兩旁 它可以從龍角上面 一直看到臉部 這邊都可以清楚的看到 它的這些 漸層的塗裝都是下一個 比較 這種淺的顏色 但是相當相當好看 你就會覺得有一點 舊化的這種 樣子 那整身應該都是算 胸氣 下巴 這個尖角 加上 拳頭這邊尖角 如果你是要放在腿部做一個後面的 組裝動作的話小心一點因為被刺到真的 相當相當之痛 那整個上半部也是一個 非常結實這種肌肉的素體 整個以肌肉 爆棚來講的話 超級明顯之外 那這漸層感 我自己認為下的真的算是非常好 那 胸前的這一顆 這七顆龍珠的話 就 跟官網的有點不太一樣 官網的 圖片是比較亮 然後這個是比較暗 然後這一顆 竟然還沒有完整整的圖滿 這邊也有一點 所以 龍珠的地方如果我覺得 可以跟官圖一樣是整個是亮的話 會更加更加的完美 腹肌的地方 然後側邊 整個 這個拳頭的地方我自己認為超威 就是這個 尖尖的樣子 然後下半身的腿 也是非常巨大 腿肌的部分一直延續到他的 腳趾頭這邊 幾乎陸陸續都有上一些這種漸層 類似舊化的漸層 相當相當之好 看這小腿肌真的是無敵的誇張 爆大 他後面 後面 是一個 相當大的重點 就是你要自己完全的組裝上去 哇 超級無敵威的 總共有 八隻 這邊三隻 這邊三隻 左右 可貝各一隻 相當的長 裝上去真的是氣勢滿點 非常非常之好看 而且他後面的塗裝 並不是給你一個死白 他也是有給你用 一些這種 漸層的塗裝 在這一隻來講的話 白色為基底但是 他有用一個漸層 整個 非常非常的威 跟超似物吉塔兩個 放在一起對戰組合一比 就 可以顯現出來 超異形容到底多大隻 尤其身體之寬跟厚實 哇 這樣子 整個回憶滿滿的經典對決 又在腦中浮起 伊賞泰倫克斯也是直接給你整隻家 卡角的小底座 超級特蘭克斯盼了很久 這次 終於有超級特蘭克斯的這個 大系列的景品 整個就是 漫畫裡面 這種 肌肉男的 特蘭克斯 而且 是這種香蕉頭的造型 長髮造型 變成超級賽亞連的模樣 翻白眼的樣子 翻白眼的樣子 這領部表情算是相當相當的OK 而且他超賽金頭髮這邊 漸層 層次 分明 最喜歡他這種香蕉頭的 這種造型 非常非常的帥氣 前面的瀏海 也是超長 翻白眼的模樣 臉部的漸層感就沒有的 下的那麼深 只有兩側 可以切尾的看出來 他穿的是 塞爾人 改良型的這種 輕便的戰鬥服 戰鬥服上面 這裡的塗裝也有 下了一些這種漸層 那整個內裡 藍色的部分 肌肉線條 整個是以深色的 來做一個點綴 相當相當的明顯 這種爆肌肉的樣子 後面也不是給你死白的 他有用一些這種 漸層跟一些 有點舊化的痕跡 剛說到整個肌肉線條全部 都布滿了黑色的 這個陰影加強感 手套的部分 這種漸層塗裝相當吸睛 下半部 非常清楚的可以看得到 這種深淺的搭配 側邊也是 後面 也是 鞋子的部分 單射系 居多 似乎是有一點點的漸層 在這個皺摺這邊 側邊這邊就看得比較明顯 F3的賽魯也是整個給你一整隻 翅膀 自己要裝上去 還有一個卡教的小底座 F3完成體的賽魯 也是非常無敵之期待 他終於在一番場看到了這種賽魯的身影 整隻 蠻大隻的最主要是 瘦膏型 跟賽魯的這種 原始設定是相符合的 頭雕就是充滿自信 這一種眼神 非常非常的帥 然後頭上面的這種斑頂 然後中間 這邊你彷彿可以看到這種 亮亮的 這種有點類似電鍍的塗層 但是它是屬於比較素面 的這一種 材質 所以你看起來你就是 會有亮亮但是不會有 電鍍的 那一種的質感 那整體看過來還不差 雙手 暴凶 在賽魯遊戲 著名的 這經典場面 整個身體都是 不滿了 這一種 斑紋 腰 大腿 整個以 生化人的 紫色 紫色這邊 我個人認為其實它 刻畫得相當相當的完整 然後小腿這裡 也是 這一種 亮亮的材質 塑膠件 那塗裝上 真的不錯看 賽魯 鞋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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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翅膀這邊 算是一大重點 而且它翅膀 出乎意料的 它是給你塑膠件 不是一般的 這一種 PVC 所以你在組裝的時候 比較建議 卡上去的時候 整個施力點 都在上面 你不要往下面這樣子 去用力擠壓 有可能會斷掉 因為它 這兩片 翅膀畢竟就是塑膠件 尾巴的部分 是 完整的還原出來 相當相當 好看的一隻 完成體版的Size 這一幕也是經典對決超級太陽克斯對決完成體版的Size 整個 大特已經算是不小隻了 Size站在他旁邊就可以看出他的高度 居賞小Size 直接就是一整隻給你加一個卡角的小底座 小Size 真漂亮啊 果然是漫畫裡面戰鬥力爆棚的 直接可以打趴 上屍體力的 賽亞人悟空跟達爾 整隻 其實如果說實在的話 可能會比栽培人 之前那一旦 一番賞栽培人 再大一滴滴 臉部表情的部分 就是個小孩的這一種 笑臉的樣子 長得跟賽爾是一模一樣 畢竟是他從他體內 出現的 這個 小賽爾 藍色的配色相當的吸睛 跟賽爾這種綠色鮮豔的顏色 這一種顏色看起來也是相當相當的舒服 前程賽爾一樣 身上全部的斑點 全部都有 那 胸前跟腳的這邊也是 就是 看起來視覺上會有亮亮的這種感覺 後面的小翅膀 但是他的這個 很像小尾巴的地方 就跟賽爾不一樣 賽爾是一個 獨立出來 比較長 然後 還有 黃色的樣子 這個全部是一模一樣的顏色 整體的 做工 來說的話 哇 真的 沒有一個太大的失誤 包含 指甲的部分 也都相當相當的不錯 整個搭配完整的7隻小賽爾 加上 完成體的 這個賽爾 超級無敵威啊 我自己心中 小賽爾就是要有7隻 因為畢竟原作就是7隻 環繞在賽爾 的身旁 非常非常好看 那忘了 講到 其實小賽爾他的手 是做可動的 就是左右手臂這邊 然後手掌這邊 也是做一個可動的 所以你就自己 看你要擺什麼姿勢 整個 小賽爾 還原的程度 跟賽爾一樣 真的算是 非常無敵之高 最後賞 切龍珠GT版的神龍 就是 一整隻 直接 砍在盒子裡面 加上 配件龍虛的部分 最後賞 切龍珠GT版裡面的神龍 那這隻神龍跟 之前一番賞那隻綠色的神龍 是同一個模子 只是 龍體的塗裝 完完全全的不一樣 也是 一樣相當的沉重 只是這一次 他的支架直接幫你架好 龍頭的部分 綠色神龍 眼睛 跟這個 紅色神龍也是不一樣的 舌頭也是 就像之前說過的 整個塗裝完完整整的 不一樣 這一隻 GT版的神龍的話 主要搭配是 紅金的配色 看起來其實 更兇 更霸氣的樣子 整個 舌頭 紫色塗裝 蠻亮眼的 打尺 跟綠色那一隻一樣 都做得相當好 那眼睛 呈現一個這種黑色 龍頭的角 都是金色 然後你可以 清楚的看到 金色裡面又帶一點 這一種 煙燻色 黑色 遍布在裡面 非常非常多 連他的 龍身 紅色裡面也都有 都可以清楚的看到 最主要他這個 紅配 金 我自己覺得真的 還蠻搭配的 整個在龍體上面都用了一個 黑色 這個加強塗裝 然後上面 金色這邊 全部 都有黑色的 塗裝來做一個這種點綴 手 的地方也是 整個 身體 清楚看見都不是一個 單一色系 其實這隻塗裝 真的是相當相當的不錯 超過 金爪的部分 整個紅金搭配 絕配 相當之好看 這隻 神龍 其實都非常 有氣勢 那這隻 銅金配色 整個 非常非常的 耀眼 跟鮮眼 整個氣勢 跟地球的神龍 又是 不一樣的感覺 雖然是 同一個魔 但是 這一尊 看起來就是 更加的 再兇了一點 火切 鑽 有 鑽 雖然是 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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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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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